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帶你們的小篇,奇 與相愛的人在一起,真的幾多年都不交價 最近,中國大陸攝影師徐英哲透過一張名為文別的照片 拿到了香港應戰金獎 這張略帶灰白色調的照片裏 一對老夫妻只有一對心情般親吻 這一幕背後其實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 這張照片是在交互病房營的 畫面中的老夫妻只是攝影師的爸爸媽媽 當時,醫院已經發出了給爸爸六次的病危通知 爸爸一直都在婚催當中 最後一次通知發達後,爸爸突然清醒了一片黑 他戰鬥地向著坐在床邊的老婆撒嬌就說 我要親親 媽媽聽到之後忍不住紅了眼 背下頭溫柔地寫在爸爸的嘴唇上面 徐英哲安阿花門,認帝了這張名為文別的照片 徐英哲的爸爸媽媽是七歲了就認識了 照片中最左邊的小女孩是媽媽 最右邊的男孩就是爸爸 兩個人稱梅竹馬 十八歲的媽媽和十九歲的爸爸都很志氣 但已經可以看到大人的影子了 兩個人由相愛、結婚、生小朋友 而小朋友都很快長大 全年間孫輩都結婚生小朋友 爸爸也成為了真祖父 兩夫妻兩個人首牽手走過一年又一年 每一次生日都會好好慶祝 他們都知道每次一次蛋糕 就代表又牽手走過一年 爸爸年紀大,生態也不太好 經常要住院治療 媽媽一直都陪在爸爸身邊 鼓勵爸爸勇敢接受治療,早日康復 媽媽好疼爸爸 又好吃的菜一定會先給爸爸吃 自己吃少少少都無所謂 後來爸爸行動不便 媽媽就用輪椅推著爸爸外出散步 一起去街市買菜 兩個人偶爾也會曬太陽下棋 這是屬於老年人的自力活動 冒著溫柔的陽光 老夫老妻一起散步 這是最平凡的浪漫和幸福 後來爸爸的情況變差了 住了入重症的病房 媽媽全程都陪在他身邊 也親眼看著他離開 爸爸相連84歲 那麼多年來一直都覺得好幸福 爸爸離開之後 媽媽經常都看著兩個人 年輕的時候的合照暗字絕音 子女都勸解他 他就這樣說 80年的婚姻 怎麼可以說放下就放下呢 他一直都很掛著父親 另一份思念支撐著他繼續前行 這一對老夫妻的日常非常之簡單 他們的愛情不夠均均烈烈 但是勢水長流的陪伴更加動人 一生中可能有一個人能夠相互依靠 我想應該好幸福了 請看 請請請換 請坐 請坐